我们今天来讲中文的一个大宗派 林济中的祖师林济逸选禅师的公案 林济逸选是郑州林济逸选 郑州是在河北镇定县 他是潮州南华行事址 潮州南华是山在山东行事址 公案里面讲的时候他优岁痴臣之志 及落法禁忌 优父痴臣之志 他就是说大概十几岁也没有说 在公案的记录里面没有说他几岁出家 他只是说优岁痴臣之志 及落法禁忌 落法就是原点 禁忌就是朔戒 遍墓禅宗 对这个修禅他非常有那个 对这个禅宗有遍墓禅宗 所以一开始就修禅 这个是大根气就是这样 然后吃在黄埔会中 他一修禅的时候就到这个黄埔禅师会中去修禅 当时黄埔禅师是从那个马祖渡百丈百丈渡黄埔 黄埔下来的那个禅宗跟马祖的时间是很短的很近的时间 所以这个黄埔禅师当时的禅法也是相当 相当精辟的 所以他行业存衣 他非常地用心来修行 使穆舟为第一座 穆舟就是陈穆舟为道名 陈穆舟是江南称赤子 他赤家以后呢 持戒金领 协同三丈 游方弃子以黄埔 赤方归墓呢 贤里尊受称赤 所以人家又称他为陈穆舟 陈穆舟 后期开元寺 横子辅邪知以养母 因为赤家人的接力的关系 父母不能去寺庙里面 所以陈穆舟自己租这个草鞋 卖草鞋的钱来养这个父母 养母 养这个母亲 顾父有称府邪之称 朝阔日进 朝阔日进的时候 就是长朝的时候 皇朝住乱的时候 这个缺阔日进的时候 陈穆舟呢 师标大朝礼与城门 就租了一个很大的草鞋 放在城门 朝阔日期之 朝日期之 就是说皇朝 朝阔要来夺这个城 节力不能挤 就是不能拿下这个 拿不下这个城 谁探列说 穆舟有大圣人舍身而去 这个公案是在讲陈穆舟 我们介绍一个陈穆舟 才知道说在这个公案里面 谁是陈穆舟 陈穆舟在那边当首座 那个林祭祖师在那边血产的时候 这个陈穆舟就问他说 来问上座在此多少时 上座这个上座是讲 主的是那个林祭一选藏师 上座在此多少时 师爷三年 穆舟也征参问 师爷不征参问 不知问个什么 这个陈穆舟是在鼓励 这个林祭祖师 去向黄博问如何修禅 如何写禅 沐舟也何不问唐头和尚 如何是活华的 得大意 就是说陈穆舟 陈穆舟鼓励这个林祭祖师 去问黄博禅 尚说如何是活华的 得大意 就这样 师便去问 这个林祭祖师 被他鼓励 便去问这个黄博禅 尚未解 博便打 他问的生的还没有 还没有问完呢 黄博就打他了 这个当时的禅宗这一打了 你不晓得被打的 那个滋味是如何 打了才知道 不便打 师下来 这个林祭 被打了以后就下来了 沐舟也问话 正马上说 沐舟就问他 你去问话 你问了什么 你问了怎么样 师爷林祭爷说 摩甲问话 问生未解 和尚便打摩甲不慧 沐舟也 但更去问 说你问 今天要修行吗 虽然人家打你 但是他是为了 到底什么原因 还在去问 但更去问 师又问 拨又打 而是三度问 三度被打 这个修行是很辛苦 问了惨 被打得 打得很痛 这不是 不是那个好玩的 师白祖爷 说 早晨局力问话 雷勇和尚释棒 就是说 之前 陈勇上座 急欠的问法 雷勇和尚释棒 就是黄波和尚 一直打我 是我的那个棒 自恨张言 不领生辞 这个张言就是说 自恨了自己的业障 因缘不 因缘不聚职 不领生子 不能领他的生子 经界辞去 他想要离开 这个黄波这个地方 沐洲也呢 如若去 西池和尚了去 是礼拜退 周 先到黄波至问 也 文化上座 随时获生 切胜其特 若来迟呢 方便接一 这个 这个 陈勇周非常有心 那时候 这个 林济祖师呢 虽是获生呢 但是呢 方便 跟他接一接 以后 为一支大事 呼应 天下人弃在 那 黄波 这个陈勇周 就已经把他 就有这样的 给他指示 就是知道 将来这个 这个林济祖师呢 为成大器后 以后 为一支大事 呼应 天下人弃在 师 来日祠 黄波 波也 不惜他去 主往高安 滩头 参大乙 这个高安 也是在江西的地方 高安那个 旁边有一个井江 所以这个滩头呢 叫做 来参大乙 必为卤说 师到大乙 于问 什么次来 禅宗大部分 都是人家来说 问多多 你大概什么说 你什么次来 这个大乙就这样问 那师爷说黄波来 于耶 黄波有何言计 师爷 摩甲三度问佛法 得大乙 三度被打 不知摩甲有够无够 是 所以我来问那个佛法 得得大乙呢 三度问 三度被打 不知道我过在什么地方 那个大乙耶 黄波一某老婆心切 为你得策困 过来在这里 问有够无够 他这样讲了 师以言下大乙 林济祖师就在这个当下来大乙 他本来是说 自己的张言 不领生辞 万叹说 我在问佛法 得得大乙被人家打 但是不晓得是什么原因 所以自己在那边 所以我们修行修禅 就要在这边 要下功夫去参一参看 我为什么来问佛法 得得大乙的时候 三度被打 这个时候大乙跟他讲说 黄波一某老婆心切 为鲁德策困 跟来这里问有够无够 那师以言下大乙 这个林济祖师就在这个下 当下就大乙 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修禅的大重点 就是要从这个地方去参 看到是怎么样 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 乃耶 原来黄波 这个乃耶 就是这个林济 因为原下大乙以后 乃耶 原来黄波佛法无多子 他就这样讲 大乙作之曰 这尿传鬼子 师来道有够无够 如今切到黄波佛法无多子 你建个什么道理 你建个什么道理 世道世道 这个 这个林济呢 就是在这个时候呢 讲说 原来说 原来黄波佛法无多子 就是说 黄波的这个禅法呢 要随他的人 要随他的人呢 很难随就对 很难 七日的意思叫做 黄波佛法无多子 大乙作之曰 这尿传鬼子 师来道有够无够 如今切到黄波佛法无多子 你建个什么道理 道道道 世道世道 就这个样 师以大乙乐下 足三浅 这个 一弦呢 林济一弦呢 就 就 就在那个大乙的乐下呢 足了三浅 那个大乙脱开鱼呢 乳师黄波 非干我事 师辞大乙 切回黄波 因为他 他知道了 这件事情 那个 大乙讲那时候 是你师黄波 非干我事 师辞了大乙 切回黄波 黄波见了 便问了 这汉来来去去 有什么了其 是曰 只为老婆心切 便日识了四弟 就是说 黄波说 你这个汉子 来来去去 有什么了其呢 因为本来是走开了 又回来 师爷 只为老婆心切 那个 便日识了四弟 是站在那个黄波 那个旁边 黄波问说 什么次去来 你还知道了 民主顾问 我什么次去来 师爷 昨晚和尚辞职 职职 另参大乙去来 他去参了大乙 回来了 告诉这个黄波 波 大乙有何言计 十几千话 波约 大乙老汉绕舌 带来痛语一顿 师爷呢 这个时候 这个 疫情祖师呢 就说了 说什么带来 基金便打 随后便掌 这个 这个很 那个 本来是被打的 那个叽叽叫 现在还可以 还有一个 还长打那个 黄波师傅了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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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的片段 就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他悟后以后 敢打那个 敢那个 打师傅呢 波约这 风天汉来这里 热腐烯 师变好 黄波 放那个 是者爷呢 引这风天汉 参丹去 就是说 这样 以前祖师 他知道了 禅了 会的禅了 这样的话 那在职业路里面呢 有一段 那个 字解呢 说龟山 这个公安 问那个养三 龟山林六禅师 问 这个公安 问那个养三 说林既当时是 得大乙利 得黄波利 养一养三 说非但 其苦头 也解 就是说 以前禅师 在这个 黄波 这个 这个 也是 但其苦 非但其苦头 就是说 他不但 在黄波的 那个 手段下 得到的利益 也在大乙的 那个 手段下 得到利益 然后下面 他误后 就住在 现在 还是住在 黄波山 黄波禅师 这个地方 所以黄波一日普寝次 师随后行 那个 林既随的黄波 后面行 波 回头见师空手 黄波回过头来见那个 林既子师空手 来问 结在何次 说你的那个 结头在什么地方呢 施云说 有一人将弃了也 这个东西 在讲的 这个 这个地方呢 就是 就是 神奇的这些大 有一人 将弃了也 报的 进前来 共辱商量各事 施便进前 那个 报 士起 劫的 为什麽 祝这个天下人 脸 脸 不去 为什么说 他拿那个 这个 折头一挤的时候呢 祝这个 天下人 脸 脸 不去 师救手 策德 士起 爹 为什么在 摩甲手里 不爲 今日 住友人普寝 便回事 这个 这个公案呢 是 在表现 这个 林既祖师 已经会了 所以他把 那个 折头 策德 士起 爹 为什么在摩甲手里 就是说 你的残呢 我已经会的意思了 就是 这是他们的那个 那 伯爲说 今日 自友人普寝 便回事 十一日 那个 厨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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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师呢 就是林既祖师呢 一日在 厨头 厨这个地的时候呢 先黄伯来 那 是 捷而立 就把那个 厨头呢 就站立了 伯爲这汉困了 是 结也未及 困个什么 他在 那个厨头 还没有及 有什么好困的 波便打 被人打 他 那个 林既祖师呢 是结智送一送 把他送到 把那个黄波送到 你看这个 这个一个打 一个送 这个是 这个东西 你看他好像是 没有什么 但是他 这个一打的时候呢 他能够接触来 送一送呢 这表示说 林既 已经知道 这些事情了 所以 波伏维脑 扶我起来 维脑伏起耶 和尚曾荣德 这轰天汗无礼 波我才起便打维脑 这个 真奇怪 为什么他把打维脑 因为维脑不会嘛 他说 维脑讲说 和尚曾荣德 这轰天汗无礼 因为 其实是 林既祖师会的 波才起便打维脑 十字节地的 这个 这个祖师呢 这个林既祖师呢 在节地的时候呢 讲了说 资方吼帐 我这里吼买 资方吼帐呢 跟吼买呢 你们想想看 吼帐的是 吼帐的法呢 人已经死了 才要吼帐嘛 所以 别人的法呢 是死法 我这里吼买 我的 蠔了 是活生生的 活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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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